我和表妹同时选择人生剧本 她选择娇妻剧本 而我选择大女主剧本 她开局真千金 而我开局孤儿院 她嘲笑我一辈子劳碌命 不像她拥有深情男主 只需要享福就好 可结尾时 她那引以为傲的深情男主 却将她作为出气沙包送给我 只求我能放她一命 因为救人意外死亡后 我和表妹同时拥有了 选择人生剧本的机会 前一秒还在埋怨我多管闲事的表妹 眼里瞬间冒金光 表妹林飞雪家里穷 我家更是穷上加穷 这个能随意选择人生的机会 让我们都十分心动 林飞雪转了转眼珠子 故作机灵的说 我要先看完所有的人生剧本再选 系统显得有点犹豫 迟疑的说 这个是盲选 不能看 林飞雪瞬间撒泼起来 哭闹着嚷嚷 我可是因为救人丢了性命 我这么善良 连一个看剧本的特权都没有 真过分 系统无奈 只能一个个给林飞雪播放 恶毒女配剧本 阅文女主剧本 勤奋女学霸剧本 复仇女主剧本 炮灰女配剧本 所有的剧本都在我们面前争相播放 林飞雪看着看着 贪婪的目光忽然定在娇妻剧本上 剧本中 娇妻女主只负责身骄体软和白烂享乐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会由深情男主帮她搞定 她不需要干任何东西 只靠深情男主就能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这正是林飞雪梦寐以求的 林飞雪激动的声音都颤抖起来 监力地说 我要选这个娇妻剧本 系统转向我 说 剧本不能重复选择 你就能功劳最大 所以你拥有优先选择权 林飞雪立马变得紧张起来 她害怕我和她抢 我的目光却看向一旁的大女主剧本 剧本中 女主虽然命运坎坷 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走上人生巅峰 这是我一直都想做的事 可我太笨了 付出了和女主一样的努力 却怎么也不能成功 我轻轻开口 问系统 选了大女主剧本 也能拥有大女主的聪明智慧吗 系统赞许 而意外地看了我一眼 立马回答道 当然 选交期剧本能拥有深情男主 而选大女主剧本 能拥有女主的天赋技能 我选了大女主剧本 我想凭借自己的努力 去追逐完成自己的梦想 即使这过程坎坷艰难 林飞雪松了一口气 随即 她对我露出讥讽的表情 语气不无可怜 叶婉星 你真是天生见命 上辈子过得那么惨 居然还要重来一次 我和林飞雪同时重生在了 栏目高中的招生现场 招生的老师对着我和林飞雪说 现在学校只剩下一个名额 你们两个比一下 谁成绩好 谁就拥有这个名额 说完 她发给我们两张奥数试卷 林飞雪一把夺过试卷 看了一眼 顿时间叫道 这可是奥数题 你们是不是拿错了 谁能做得出这种鬼东西 招生老师沉下脸 栏目高中可不是一般高中 试卷当然要比其他学校难度高 你有一件可以不考试 林飞雪憋屈地闭上嘴 她不敢不考试 栏目高中是人人愣眉以求的高中 一旦考上 就是半只脚踏入清华 所以也有人叫她小清华 她就没做试卷 一个题都看不懂 只能在上面涂涂画画 而我拿到试卷那一刻就笑出了声 因为拥有大女主的智慧天赋 这些灰色难懂的题目 在我看来无比简单 我飞快地写下一个个答案 甚至都不用提笔计算 因为解题的过程 早已在我脑子中过了一遍 当我写完整张试卷时 发现几个招生老师都围在我面前 神色激动兴奋 一个年长的老师 迫不及待地拿起我的试卷 看了一遍后 拍手叫好 连声说 满分 满分啊 小同学真厉害 另外几个老师 也笑颜盈盈地看着我 其中一个被林飞雪涂画气道的老师 愤愤地说 试卷都不用看 这名额就是夜晚新的 林飞雪一个题都不会 看着众人纷纷夸赞我 林飞雪的眼神中 满是嫉妒和不满 而这时 一个发福的中年男人 急匆匆奔进来 手里钻了一张亲子鉴定 看见林飞雪后 眼眶瞬间红了 颤抖地说 我的女儿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中年男人衣着不菲 一看就是土豪 林飞雪的脸色 顿时被喜悦笼罩 他急切地朝男人哭诉 爸 你终于来了 这破高中 不肯将最后一个入学名额给我 说完 林飞雪看向我 露出一个势在必得的眼神 林飞雪的土豪爸爸 给学校捐了一栋楼 抢走了我的入学名额 我重新回到孤儿院 而林飞雪成为真千金 被富豪爸爸林强东 风风光光地领回家 林飞雪坐在粉色公主车里 笑眯了眼 林强东笑着说 飞雪 这是你未婚夫宋金鹤 给你准备的车 他可喜欢你了 一直期盼和你成婚 宋金鹤 就是娇妻剧本里的深情男主 林飞雪听完着急地问 宋金鹤是个什么样的人 家里有钱吗 林强东摸了摸林飞雪的脑袋 得意的说 当然有钱 他可是首富的儿子 成绩优异 前途无量 你要是嫁给他 后半辈子就等个享福吧 说完他目光变得贪婪 砸巴着嘴 有了首富当靠山 咱家的日子 不知道有多好过 林飞雪脸上满是兴奋的光 他掐着林强东的手 兴奋的说 快点 我要回去见宋金鹤 这破地方 我一分钟都不想呆了 林强东忙不迭点头 林飞雪于光偏见我 露出一个胜利的微笑 他坐在公主车上 朝我挥手 办事嘲笑 办事得意 了解 我要去当真千金享福 就不陪你一块受苦了 当什么大女主啊 一个女人靠自己有什么用 靠男人才是正道 当娇妻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伺候好老公 就能获得一切 这才是人生最顶级的享受 林飞雪讽刺的话 一直营绕在我耳边 不靠男人 就一辈子没办法出人头地吗 我不信 林飞雪走后 我被送进国人院附近 一所不入流的普通高中 我没有仗着有天赋 就松懈懒惰 反而更加刻苦努力 图书馆闭馆的路上 总能瞧见我的身影 学校里基本没有人学习 我的勤奋努力像个笑话 我听见有人吃笑 肯定是假装努力 这爱学习 怎么会来我们这个高中 但他不知道 我是被逼无奈 才来到这个高中 公文院太穷了 根本出不起我的学费 唯有这所高中 在看到我的成绩后 同意让我免费就读 并且给我时速免费 我不怕环境艰苦 我知道环境只是影响因素 自身努力才是决定因素 淤泥掩不住珍珠的光芒 黑夜挡不住群星的璀璨 高一结束 我成为了学校的年纪第一 学校里没有人在嘲笑我 看我的眼神 总是带着好奇和羡慕 高二结束 我拿了全省联考的第一名 学校里的人都以我为荣 他们会忍不住感叹 活该人家厉害 优秀的同时还这么努力 而以我为例子 学校里的人 也不再以努力为耻 而是默默开始学习 高三开始时 我见到了栏目高中的校长 同样免除学费 包食素 还给一百万的奖金 栏目高中的校长 诚恳地请我去栏目 最好的一般就读 到的第一天 我再次看到林飞雪 她没有穿校服 而是穿着夸张暴露的性感裙子 正在同周围人炫耀 我特意穿给我男朋友看的 她可喜欢了 说完 她抬起手臂 折纸上面硕大的纹身 语气骄傲无比 宋经贺的名字 我闻完给她看的时候 她高兴得不行 她太爱我了 陪同我熟悉校园的杜老师 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敌道 她是宋经贺的小娇妻 你不用把她当同学 人家毕业了 就要当豪门太太 我点了点头 也不准备搭理林飞雪 却没想到 林飞雪眼尖发现了我 她扭着腰走到我面前 上上下下打亮了我一眼 忽然娇笑道 叶婉星 这可不是孤儿院 也不是普通破高中 你是不是走错了 穷鬼就要去穷鬼待的地方 这栏目高中 可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林飞雪话刚落地 杜老师就不满地斥责她 林飞雪 你说话客气点 婉星是校长 亲自请来一班的学生 林飞雪瞬间瞪大眼睛 震惊地看着我 她不满地盯着我 眼神中满是极度和不甘 咬牙道 一般 你怎么能进一班 杜老师冷冷道 叶婉星连考第一 把宋经贺都押成了第二 当然有资格进一班 说完 杜老师轻飘飘地 瞥了林飞雪一眼 语气凉凉 不像某些人 眼里只有老公没有学习 所以永远进不了一班 栏目高中之所以强 就是因为有一班的存在 而一班除非学习强 否则绝不可能进入 所以就算林飞雪是未来首富而习 也没资格进入 杜老师能胜任一班班主任 不仅能力好 背景同样大 所以她不怕林飞雪 对起来毫不客气 林飞雪的唇色白了白 看我的目光仿佛恨出雪 我理解她的心理变化 人本不能进一班 她觉得没什么 一班学习那么苦 她才不想去受累 还不如多花时间想想 怎么获得宋金贺的宠爱 可如今我一个注定过的 比她惨的人进入了一班 她的心里就开始极度不平衡 她拿的可是娇妻剧本 就应该永远过得比我好 林飞雪凑近我耳边 咬着牙说 你很得意是不是 那你就错了 不过就是一班而已 我有宋金贺 我想进就能进 你很快就会明白 你的努力和我的娇妻优势比 一文不值 进入一班第一天 我就遇上了林飞雪的 深情男主宋金贺 她正没看着我 梅雨间有点不耐烦 你就是飞雪的过院表姐 如果你来这里上学 是为了伤害刺激飞雪 那么我劝你趁早死心 飞雪她天真善良 不忍心对付你 我可不会这么仁慈 我微微扎舌 这年头 深情男主都像疯狗一样 到处咬人的吗 林飞雪真是的 也不把她的男主拴紧点 让她的男主随意攻击我 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我慢条思理的坐下 还是忍不住笑了 说我是来学习的 没空对付你的小娇妻 宋金贺这才微微缓和脸色 接着她警告我 以后飞雪会进入一班 你对她恭敬点 不然我要你好看 我纳闷 按照林飞雪全校倒数第一的成绩 要怎么样进入一班 难不成靠抄袭 接下来我就懂了 还真是靠抄袭 在接下来几次的月考中 宋金贺都坐在林飞雪的旁边 光明正大将试卷拿给林飞雪抄 身边的老师 碍于宋金贺的权势地位 都当做没有看到 几次月考下来 我年纪第一 而宋金贺和林飞雪这夫妻俩并列第二 这两人分数一样 就连错的地方都一模一样 瞎子都看得出怎么回事 但没有办法 林飞雪五次月考都在年纪前十 已经具备了进入一班的资格 杜老师失望地看着宋金贺 他原以为宋金贺虽然喜欢林飞雪 但至少有底线 不会为林飞雪干蠢事 但没想到 宋金贺会干出明晃晃的 帮助林飞雪抄袭这种事 今日因为他的身份在 学校不敢处罚 但日后他一旦跌落云端 帮助情人作弊这把刀 将会彻底将他寄到谷底 永世不得翻身 杜老师同意林飞雪进入一班 却也同时彻底打消了 对宋金贺的欣赏看重 林飞雪进入一班这天 特意绕到我的座位前 得意洋洋地说 努力有什么了不起 我靠男朋友 同样能进一班 班里的贫困生周思义看不惯 小声道 进来了又怎么样 夜晚星可是我们班第一名 是学神 宋金贺也比不过他 林飞雪立即数没瞪着他 语气满是嘲弄 死娘炮 你不是个贫困生而已 你敢惹我就是惹宋金贺 你是嫌自己还不够惨吗 周思义身材瘦削 偏偏一张脸 又比女孩还好看 说话稀生戏气 不仅被林飞雪霸凌 还被他恶毒地称为死娘炮 周思义气愤地看着林飞雪 最终还是脸色通红地低下头 他没宋金贺那种家世 学习也比不过 他没勇气惹宋金贺 也不敢惹被宋金贺罩着的林飞雪 看到周思义这个样子 林飞雪舒坦了 直高气昂地对我说 夜晚星 你看 当宋金贺的女朋友多幸福 说完他又假惺惺地劝我 女人就是要依靠男人的 当大女主没用 任何有出息的男人 都喜欢容若女人 说完他下结论 你挑剧本的眼光不咋样 林飞雪走后 我走到萧成的周思义身边 很认真的对他说 谢谢你为我说话 周思义羞愧难当 难受地说 我根本没帮上忙 还让你又被他嘲笑了 我摇摇头 明知利弱也依然为人出头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即使结局不如意 他也个英雄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参加国赛 我伸出手邀请周思义 周思义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可以吗 不怪周思义会这么惊讶 国赛三年一度 全国名校参与 如果说高考时 面向全国学生的考试 那么国赛就是面向 全国优秀学生的选拔 优中选优 而且和高考不同的是 国赛是双人组队 因为不仅考验学生的 单兵作战能力 还有团队合作能力 毫不夸张地说 在国赛中拿奖 比成为高考状元更荣誉 因为优秀的学生 不一定参加高考 但一定会参加国赛 栏目高中向来 都是让第二名组队参加 确保营练更大 周思义成绩虽然不错 但终究差了宋金贺一点 他不敢奢望 自己能参加国赛 我笑了 说 当然可以 我会帮你 周思义低下头 犹豫地说 可学校会让你和宋金贺参加的吧 我看向林飞雪离去的方向 意味深长地说 放心 林飞雪不会让我和宋金贺组队参赛 而且 我也不想和宋金贺组队参赛 果然 当杜老师一宣布 我和宋金贺组队参加国赛时 林飞雪当场就满地打滚哭闹起来 他愿毒地盯着杜老师 咒骂他 让他们孤男寡女去参赛 你安得什么心 宋金贺是我的未婚夫 要和他组队也应该是我 杜老师脸都轻了 咬牙说 这是学校的安排 请你服从 林飞雪又哭闹起来 这回他指着我 是不是你让学校安排的 你后悔了 想和我换人生剧本 想抢走宋金贺对不对 说完他委屈地钻进宋金贺的怀里 抱着宋金贺说 金贺哥哥 你不要和叶婉星参赛 他就是想抢走你 宋金贺心疼地搂住林飞雪 皱眉盯着我 语气不满 我不会和你一块参赛 我喜欢的只有飞雪 你以后别这样想方设法地接近我 这只会让我更讨厌你 我气笑了 杜老师老师则是气得猛拍桌子 宋金贺 请你注意说话方式 这决定是学校安排的 夜晚星并不知情 宋金贺顿了顿 脸色有点难看 却依然说 比赛我只会和林飞雪一块参加 你看着办吧 杜老师冷笑了一声 你是在威胁我吗 我告诉你 既然你不珍惜比赛机会 有的是人想参加 这时 我指了指周思义 说 老师 周思义想参加 我想和他一块参加 杜老师看看周思义 坐下决定 好 晚些你就改成和周思义一块参加 学校那边我回去说 说完他瞪着宋金贺 语气失望透顶 满脑子谈恋爱干蠢事 你就算是首富儿子 未来也照样没出息 宋金贺的脸白了 这是杜老师第一次对他说重话 他知道 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因为杜老师日后不会再将目光放在他身上 看着怀中娇软的林飞雪 宋金贺第一次生出些烦躁的情绪 国赛参加者 换成了我和周思义 林飞雪开心的不行 因为对于他来说 既不用受累参加比赛 又能隔断我和宋金贺 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所以 在我和周思义出发去比赛这天 林飞雪高兴的嘴角压都压不住 宋金贺沉下脸 不满的说 我不能参加比赛 你就这么高兴吗 林飞雪发现他生气 连忙哄他 娇笑着讨好说 金贺哥哥 你放心吧 夜晚信我了解 只会读死书 做题他拿手 但是国赛还要实践创新 他肯定应付不来 等他灰溜溜的回来 学校就会后悔 不让你去参加了 听到林飞雪的话 宋金贺不渝的脸色 才缓和下来 他冷冷的哼了声 自负的说 我想也是 国赛里那些高端科技 夜晚信这种过院出身的人 怕是连剑也没有见过 但宋金贺想多了 我不仅见过 还玩的贼溜 看着我随随便便 就做出了一个机器人 跟在我身边的周思义都惊呆了 连声问我是不是以前做过 我摇摇头 解释自己 笑着说 你也不差 而且你能跟着我来参赛 对我有大用 周思义忙问什么用处 我笑了笑 去问他 你想不想超过宋金贺 周思义呆了呆 随后眼神满是渴望 坚定的说 想 我点点头 郑重的说 好 我帮你 但你要记住 你欠我一个人情 周思义忙不迭的点头 看我的眼神愈发炽热崇拜 我和周思义顺利拿到了国赛金奖 走上颁奖台时 给我们颁奖的宋岳明 看到周思义的脸 愣了一下 直到旁人提醒 他才如梦初醒 神色复杂的 给我们戴上金牌 我看着宋岳明 笑了 任谁看到一张酷似初恋情人 和自己组合的脸 都会忍不住心乱 哪怕他是首富宋岳明 宋金贺这个深情男主 最引以为傲的 不就是他的身份吗 我倒要瞧瞧 没了这层首富之子的皮囊 他还能如何折腾 我和周思义回校时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校长和所有老师 都站在门口迎接我们 校长走到我面前 满眼笑意的看着我们 激动的说 你们真是好样的 为栏目高中做了大贡献 杜老师也上前夸赞 夜晚星 周思义 老师以你们为傲 另一个老师附和说 当初没选宋金贺 大家都提心吊胆 没想到还是杜老师 有先见之名 选了两个冠军 他一说完 周围寂寞一片 唯有宋金贺 不断散发低气压 面色阴沉 他用力攥着拳 脖子上青筋直路 杜老师冷笑了一声 根本不带安慰他 林飞雪小心翼翼的 想讨好宋金贺 却被宋金贺一把推开 险些栽倒在地 林飞雪委屈的眼里流出泪水 楚楚可怜的看着宋金贺 毕竟是自己心爱的女孩 宋金贺也不忍心她伤心 只得粗声粗气的说 我心情不好你别介意 我去调整一下 说完 头也不回地离开 林飞雪生气而难过地 捶了一下地面 她被推倒后崴脚 半天爬不起来 我走过去扶起她 却看见她依然痴痴地 看着宋金贺离开的方向 毕竟是自己的表妹 我叹了口气 提醒她 飞雪 男人靠不住 你独立自主 比什么都强 今日 宋金贺能将林飞雪 独自丢在这里 明天 她就会对林飞雪 气如鼻履 当一个女孩 只有一副男性 才能生存时 悲剧就开始了 你闭嘴 林飞雪发疯似的大喊大叫 她怨气冲天地指责我 要不是你横插一脚 我和宋金贺会一辈子相爱 不会有任何矛盾 她是深情男主 她爱我入骨 她会把全世界都捧到我面前 你少在我面前得意炫耀 就算你现在比我厉害又怎么样 一场比赛而已 宋金贺还爱我 我让她弄死你 她就能弄死你 她可是首富的儿子 而你只是孤儿院的野种 夜晚星 你给我等着 等我哄好了宋金贺 我会让你见识 什么叫差距 你永远都不可能过得比我好 看着林飞雪 近乎疯狂的样子 我明白 再怎么劝说都没用了 我提不离开 而林飞雪 则是不断拨打宋金贺的电话 嘴里不住哀求 我错了 原谅我 不要离开我 毕竟是深情男主 林飞雪等了半夜 终于等来了宋金贺 宋金贺面色冷冷地扶起她 脸色并不好看 但林飞雪却高兴极了 娇软的已在她怀里 嘴里说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理我 你就爱我了 她没有发现 此时的宋金贺眼中 没有半分喜悦 只是不耐烦 哄好宋金贺后 林飞雪开始全心全意地对付我 在月考时 林飞雪故意将纸条扔到我面前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她就高声尖叫道 老师 有人作弊 监考老师无奈地看了林飞雪一眼 她知道林飞雪无力取闹的性子 也知晓我根本不可能作弊 便说 这不算 没人看见她作弊了 而这时 宋金贺冷冷地站起来 说 老师 我亲眼看见了 这样能处罚她了吧 林飞雪想对付我 宋金贺自然会帮她 而且 她也看我很不爽 见监考老师依旧不动 宋金贺冷笑了一声 怎么 我可是首富之子 你怀疑我在骗你吗 这已经算是赤裸裸的施压和威胁了 监考老师没了办法 只能将我们带到校长办公室 林飞雪撒泼 指着我说 校长 作弊太恶劣了 你一定要给他最恶毒的惩罚 我差点笑出来 他说这话 是半点也不心虚啊 宋金贺站在林飞雪身边 厌烦的视线定在我身上 然后微微抬起下巴朝着校长 语气带着命令 林飞雪说的对 作弊太恶劣了 必须严惩 校长点头 脸上同样表现的一份填膺 怒气冲冲的说 对 太恶劣了 必须严惩 就罚夜晚星不许参加高考 这个方式你们看怎么样 林飞雪顿时喜笑颜开 连忙点头 对于一个只能靠高考出头的人来说 不能高考 这是致命性的打击 我则是呆了呆 不能高考 可我已经保送了清华 根本用不着高考 余光瞥见校长在朝我几眉弄眼 我心下了然 立马装出一副痛苦委屈的神色 勉为其难 哄骗一下林飞雪和宋金鹤 毕竟这两人不知道 我已经保送了 林飞雪看见我的模样 表情更加舒坦 他实实然凑近我耳边 笑着说 夜晚星 这下你明白了吧 你无论再怎么努力 我都能轻易弄死你 谁让我有一个首富之子的深情男主呢 宋金鹤也走过来 正没提点我 既然不能参加高考 以后的考试也不用来了 浪费时间 都保送了 我确实没有必要再去考试上课 这剩下的时间 我得实现自己的一个小梦想 不去上课后 我一头扎进了娱乐圈 我一直都有当演员的梦想 只不过上辈子死得太早 还没有能力实现 既然都保送了 闲来无事 我决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起初只是当群演 后来因为我的演技扎实 被导演一眼看中 成为了梨月转的女主 我无比庆幸自己选了大女主剧本 拥有了大女主的天赋智慧 无论是提高成绩 还是提升演技 对我来说都一如反掌 梨月转是个重点IP剧 为了确保拍摄效果 需要实施封闭拍摄 所以我回栏目高中 收拾铺盖准备离开 离开时恰好遇到了林飞雪 林飞雪一见我收拾东西 便笑得花枝乱颤 她假惺惺的叹了口气 故作不解 你挑的不是大女主剧本吗 我听说大女主都很厉害啊 怎么轮到你 连个高中都读不完 只能退学 我静静地看她表演 享受幸福生活的人 就是你了 她语气遗憾 表情却是无尽的嘲弄 说完她又自顾自地炫耀 哎 真苦恼 宋金鹤说她考上清华后 会要求清华一起接收我 不然不去 我一个成绩倒数第一的人 居然要去上清华 想想都不可思议呢 我懒得听下去了 导演都快把我电话打爆了 全剧组的人等着我拍戏 我慢悠悠向外走 林飞雪在身后 得意洋洋朝我告别 再见 下辈子别再这么蠢 不知道当交妻 我进入剧组 便开始全身心投入演戏 剧组里有德高望重的演员老师 一有时间我便会向他们请教 然后仔细地做笔记 勤勤恳恳地提高自己的演技 唯恐自己毁了李月转 导演对我的演技赞不绝口 声称我是娱乐圈 冉冉升起的新星 因为每次演戏都是一条过 所以李月转拍摄进度很快 到了六月高考季时 李月转正式杀青 杀青宴上 众人的兴致都很高 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 李月转拍得很好 一旦播出 必然火爆全网 导演敬了我一杯酒 眼眶有些湿润 说 婉欣 幸好当初选了你当女主角 你的努力和实力 大家有目共睹 很感谢你 是你成就了这部剧 身旁有人起哄道 婉欣姐 李月转一播出 你就等着一飞冲天声咖吧 到时候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资格 和你坐在一起 是啊 李月转一播出 婉欣姐这实力绝对是顶流 到时候肯定拿奖拿到手软 我但笑不语 我心里清楚 虽然自己付出了努力 也确实演得不错 但没有大家说的这么夸张 将国酒一饮而尽时 我忽然想起 李月转播出的时候 正好是高考初分的时候 一一零飞雪的实力 估计只能考各位数的成绩 这样的分数 清华真的会要吗 事实和导演预估的一样 李月转一经播出 迅速爆火 啊 这么好看的剧 高考完就刷到 我宣布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质量这么高的剧 现在真是难得一见了 我要熬夜看 真的佩服 居然敢启用新人 导演的胆子领先我三十年 没有人发现吗 这新人女主演技也太强悍了 实力影帝都差点没接住她的戏 她是什么品种的怪物啊 拜托 人家除了演技 连也超级好看 请让我下辈子长这样 而在网友们讨论之时 李月转新人女主迅速登上热搜 全网都在关注我的相关信息 而与此同时 我却是暂时回了学校 听杜老师指责宋金贺 杜老师差点气晕 咬牙道 这个宋金贺真是疯了 她才刚刚到清华的县 居然敢要清华招收她之后 带上林飞雪 不然不去读 林飞雪才考了三分 傻子都不止考三分 清华怎么可能同意 他们已经在考虑 要不要宋金贺了 能和林飞雪混在一起 他能设什么聪明东西 宋金贺这个蠢货 早知道他这样 我一开始绝不要他 杜老师滔滔不绝地骂着 我打开手机 却是挑起了眉头 只见林飞雪刚刚发了一条动态 紧随其后登上热搜 男朋友考上清华 警告清华必须带我 不然不去读 可我只考了三分啊 谁懂 遇到这样霸气的男朋友 真的好爱 我要当他一辈子的娇妻 这很难听 我一时间不知道 林飞雪是在秀恩爱 还是在作死 原本还有半分希望的事情 林飞雪一发出来 直接毫无希望 我随手画了画评论 一片骂声 我就在清华门口守着 看哪个考三分的人赶进清华 霸气嘛 我只感觉脑残 还警告清华 阴阴 我好害怕 无语了无语了 当一辈子娇妻 这是清朝的哪位格格 真的很窒息 人家还觉得自豪骄傲呢 我将手机拿给杜老师 杜老师顿时从嘴里挤出一句脏话 然后骂骂咧咧的去找林飞雪和宋金鹤 林飞雪也没有想到 他随手发上去炫耀的动态 居然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更加没有想到 评论区的人不仅没有羡慕他 反而一片骂声 我和杜老师到的时候 他正跪在宋金鹤面前哭哭啼啼啼求原谅 因为前一秒 清华招生办打电话过来 不仅拒绝了宋金鹤进一代一的条件 就连宋金鹤的入学申请也不回了 宋金鹤跟人家谈了半天条件 人家清华压根没有想要他 而因为林飞雪的动态影响恶劣 各大高校迫于舆论压力 都纷纷拒绝接受宋金鹤 宋金鹤考了高分 到头来却可能连一所大学都进不去 宋金鹤脸色阴沉的犹如黑云笼罩 他看了一眼委屈的林飞雪 忽然猛地将他推在地上 暴怒道 你怎么这么蠢 考三分就算了 这是能随便发的吗 林飞雪趴在地上呜呜员员地哭着 却根本不敢反抗宋金鹤 杜老师冷冷地走到林飞雪面前 说我刚刚和校长商量了 会立刻撇起你和栏目高中的关系 免得被你拖累死 林飞雪瞪大眼睛 杜老师这话就是变相地开除 没有高中学籍 那他这三年岂不是白读了 林飞雪立刻哭着朝宋金鹤求救 宋金鹤对林飞雪还有爱意 正打算说情 杜老师忽然盯着宋金鹤 冷冷说 要么他离开 要么你离开 你自己选 宋金鹤忽然就把嘴闭上了 他转向林飞雪 安慰道 飞雪 没关系 没有了学历 你还有我 我会护着你一辈子 林飞雪的脸上一片空白茫然 他不明白 宋金鹤是身心男主啊 为什么杜老师的一句话 就让他放弃了自己 但他忘了 宋金鹤确实是深爱林飞雪 但归根到底 他最爱的是他自己 娇妻本质上和宠物没有区别 当主人都有了危险 又怎么会顾得上宠物的死活 林飞雪被逐出了栏目高中 他在栏目高中 伺候了宋金鹤三年 最终也还是没名没分 宋金鹤对林飞雪心怀愧疚 于是提出宋林飞雪入娱乐圈 将他捧红 林飞雪没有拒绝 放在以前 他一定嫌累果断拒绝 可是经过了宋金鹤的翻脸无情后 他渐渐意识到 要一个深情男主 似乎用处也不大 为了快速活起来 林飞雪代字禁组 迅速演了一部电影 想要一飞冲天 但电影一经播出 全网都骂翻了 演得很好 下次别演了 上次启用新人我忍了 毕竟晚星节有演技 可这次怎么回事 演得这么烂 观众的眼睛不是眼睛吗 别学叶婉星 叶婉星的演技 你学不来 林飞雪气得摔了剧本 然后偷偷在网上放出 我是因为辍学 才进入娱乐圈的消息 他嘲笑网友 你们以为叶婉星 是什么好东西吗 他是被赶出学校的 学历才是初中 他毫不犹豫地 给我泼脏水 恶毒地说 他是个孤儿 最喜欢偷东西 根本不配当女主角 林飞雪这样对付我 我也无法再坐以待毙 而是晒出了 自己的清华录取通知书 我一拿出通知书 全网都炸开了锅 我婉星解学神影后双双拿 太优秀了 叶婉星太秀了 这简直就是妥妥的大女主 是啊 孤儿院开局 如今又是影后又是学神 你说他带大女主 系统我都信 不仅如此 神通广大的网友们 还扒出了林飞雪 被学校开除的事 以及林飞雪抄袭送金贺考 年纪第二的事 笑死了 贼喊捉贼 初中学历的人原来是自己 考三分还敢超成年纪第二 怎么敢的呀 不心虚吗 上学抄男朋友试卷 退学靠男朋友捧进娱乐圈 真是有福气的娇气人生啊 楼上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在网上骂得热火朝天之际 林飞雪怒气冲冲的来找我 他双目怨毒 咬牙切齿的说 你骗我 你真是心思很毒 我掀起眼皮说 哪里骗你了 我确实没有参加高考 也没有去上过一天课 林飞雪发了疯似的说 可你保送了 你凭什么能保送 他大喘着气 气息不稳 保送就算了 你为什么要进娱乐圈 是你霸占了那些粉丝的喜欢 他们都应该喜欢我的 我的声音冷了几分 只要你认真演戏提升演技 大家自然会喜欢你 林飞雪不以为然地吃笑一声 你是不是傻 提升演技那么辛苦 多不值得 现在的新人就你和我 要是没了你 大家就只能喜欢我了 他看着我的目光满是恶毒 上次算你运气好 这次我要彻底绝了你的后路 我被雪藏了 在林飞雪的苦苦哀求之下 宋金赫瞒着宋月明 动用所有资源将我封杀 我虽然前途无量 但毕竟只是新人 不值得娱乐圈的导演们得罪宋金赫 所以我在爆红之后迅速沉寂 而与此同时 林飞雪在宋金赫不遗余力地投资之后 迅速走红 接戏接到手软 林飞雪特意带着宋金赫来 对我落井下石 他幸福地依偎在宋金赫怀中 得意地朝我炫耀 这人啊 还是得有个厉害的未婚夫 金赫哥哥为了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呢 你辛辛苦苦提升演技 根本比不过我有一个深情未婚夫 对了 金赫哥哥已经答应我 过几天就会结婚 日后我就是豪门太太了 林飞雪卯足了进炫耀 宋金赫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眉头微微皱着 等林飞雪离开的间隙 他抬眼对我说 夜晚星 如果你能和清华商量 让我也进去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自从上次娇妻事件后 清华就不考虑接受宋金赫了 但宋金赫却十分执着 非清华不上 其实不是他执着 而是宋月明执着 其实宋金赫能一手将林飞雪捧红 捐钱上学导演没问题 但关键在宋月明 对宋金赫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凭本事上清华 坚决不许宋金赫干出这种事 所以宋金赫只能将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我身上 毕竟清华对我十分看重 宋月明对宋金赫最满意的点 就是学习成绩 若是宋金赫让他失望 宋月明不会放心将家产交给他 见我不为所动 宋金赫轻斥一声 语气中带着微微鄙夷 你是想要的更多吧 我答应你 若你说动清华 我不仅放过你 还会考虑喜欢你 他一连你不要不是好歹的神色 将我看笑了 我问他 喜欢我 那林飞雪呢 宋月明烦躁地择了声 说 我当然爱他 但他总不能阻止我奔向更好的未来吧 好一个深情男主 在真正的利益的面前 深情一文不值 我慢条思理地理了理并角 声音却没有一丝热气 宋金赫 你真让人瞧不起 宋金赫猛地掖主 他冷笑了声 威胁我 我告诉你 这是你必须给我办成 我能让你在娱乐圈无处容身 自然也能让你的未来一败涂地 我也笑了 微微挑眉 我等着 宋金赫走后 我翻出了周思义的电话 我精心准备了这么久 也该拿出他这张王牌了 宋金赫想让我一败涂地 我倒要叫他粉身碎骨 我找到周思义的时候 他正在陪宋月明聊天 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自从上次比赛之后 宋月明就对周思义十分关心 经常来找宋月明 一来二去 两人的关系火速上升 我垂下眼眸 心想 依宋月明的神通广大 想必早就查出来 周思义就是白月光 给自己生的孩子 宋月明和周思义妈的故事 大概就是 乡下穷小子 因为全是取了富家千金 青梅竹马气不过带球跑 而周思义 就是被带走的那个球 白月光早已死去多年 宋月明面对这个 白月光留下的孩子 心动的愧疚和思念 肯定填满整个心肩 见到我 周思义兴奋地说 叔叔 这是我同学叶婉星 班里的学神 直接保送清华 宋月明向来喜爱 他还带我一块练题参赛 如果没有他 我就没机会遇见你了 宋月明对我的好感更多了 从这天起 我便时常去找周思义 和宋月明和他们聊天 在相处中 宋月明看我的目光越发欣赏 而与此同时 迟迟等不到我消息的宋金贺 频频发消息威胁我 快点让我被录取 不然我收拾你 我知道你天天去周思义家 你再不让我被录取 我就让人砸他家 我看着宋金贺的威胁短信 却是笑了 好不容易把宋月明留下来 我怕的就是宋金贺不来砸门 我刺激他 你不敢 很快气急败坏的宋金贺就发过来 你等着 明天我亲自带人来砸周思义的房子 而此时 我对着宋月明笑说 叔叔 明天你也来吗 我有点问题想请教您 经过这么多时日的相处 宋月明带我就像亲女儿一样 听见这话 立马笑眯眯的说回来 次日 宋金贺就带着人 气势汹汹的过来要揍我 周思义立马将我挡在面前 宋金贺看见 吃笑一声说 周思义 我可是首富的儿子 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连学费交不起贫困生 你连我的手指头都比不上 也敢拦我 周思义鼓起勇气说 我不管你是谁 你不能伤害夜晚星 打人是违法的 宋金贺笑得更大声了 他阴狠说 我是首富的儿子 打人又怎么样 有我爸在 谁敢拘留我 等我拿到宋家 我杀人都不怕 说完 他一挥手 准备让人砸房子 我看谁敢 这时 屋内的宋月明忽然走出来 对着宋金贺 就是几个大嘴巴抽过去 宋金贺脸色苍白的喊了声罢 宋月明满脸失望 他的目光在周思义和宋金贺身上来回 只觉得这两个人的品性相差千里 宋金贺连周思义的万分之一都比不上 宋月明冷冷地看着宋金贺 杀人都不怕 你放心 宋家不可能交到你这个杀人犯手里 宋月明下来说一不二 宋金贺顿时就慌了 反驳说 爸 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宋家不给我 还能给谁 宋月明指向周思义 说 周思义也是我儿子 我想 他比你更适合接手宋家 宋月明难以置信地盯着周思义 呆主了 宋家在短短几天 就换了一番新天地 周思义被认回宋家 成为了宋家的掌权人 而在得知宋金贺干的一系列蠢事后 怒不可遏的宋月明 直接将他赶出了家门 与此同时 栏目高中也爆出 宋金贺帮助林飞雪抄袭 品行不端的事情 这样本来就对宋金贺 没有好感的知名大学 纷纷将宋金贺拒收 最后宋金贺没了办法 只能去一个不入流的大学 没有了宋金贺的刻意捧红 林飞雪瞬间从顶流明星跌落谷底 不仅网友骂翻天 而且因为形象不当 将面临天价赔偿 林飞雪慌了 他哭着求宋金贺 但落魄的宋金贺 却给不了他一点帮助 失去一切的宋金贺 将所有气都撒在林飞雪身上 他憎恶地看着林飞雪 咒骂他 你还有脸来找我帮忙 要不是因为你 我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真是瞎了眼 才会这么喜欢你 为你干出这么多蠢事 为了你失去一切 面对宋金贺的指责 林飞雪也怨恨地说 你这个废物 我才是瞎了眼 要选你这个深情男主 我想靠你想一辈子付 可你什么都没法给我 还处处连累我 原本相爱的情侣 因为大难临头 而相互怨对指责 深情有什么用 重来一时 我绝对不选这个娇气剧本 说到最后 林飞雪留下悔恨的泪水 低声嘻喃 林飞雪从云端跌落的时候 我却逐步走上巅峰 因为我过硬的演技 我迅速到达事业的巅峰期 在短短几天内 从一个胡咖成为了实力派影后 各类代言奖项拿到手软 这天 在我演完戏回家时 却在门口看见了林飞雪 他神色十分憔悴 满身伤痕 精神有点不正常 我知道 自从宋金贺失去一切后 脾气就变得异常暴躁 对林飞雪进行家暴 林飞雪被他折磨得不成人样 林飞雪眼里已满是红血丝 神经刺激地盯着我 喃喃道 我要换剧本 我要当大女主 我皱眉盯着他 正在思考这话的寒意时 他忽然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 发了疯地向我扑来 他嘴里快速说 剧本不能重复选择 只要杀了你 我就能拿大女主剧本了 他的速度太快 当我反应过来时 水果刀已经捅进了我的心脏 鲜血不住地流出来 剧烈地疼痛袭来 我感觉自己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晕过去时 眼前是林飞雪 癫狂到扭曲的脸 当我再次醒过来时 我正在一个高级病房里 我居然没有死 可刀子明明捅进了我的心脏 我正纳闷时 一道温柔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别怀疑了 你没有死 我看向门口 却瞪大了眼睛 眼前人明明是周思逸的脸 却留起了长发 穿着红色的连衣裙 整个人明艳动人 和以往欺懦胆小的样子 完全不同 见我呆呆望着他 他笑了 眨眨眼睛说 别怀疑 我就是女孩子 之前都是女扮男装 我费了大力气救你 你不敢谢我吗 我忍不住问他如何救的我 我明明死透了的 周思逸再次笑了 狡黠地说 系统没有告诉你 光荣完成人生剧本任务 会有一次实现心愿的机会吗 他撩了撩头发 接着说 忘了告诉你 我拿的是复仇女主剧本 目标是争夺宋家 毁掉宋月明和宋金贺 这对父子渣男 我猛然想起 宋月明当年抛弃了周思逸的妈 而宋金贺和他妈 则是对周思逸母女俩赶尽杀绝 难怪周思逸当初短短几天 就原谅了宋月明 成为宋家掌权人 他从来就没打算原谅 他只想复仇 他成功了 他成为了宋家的掌权人 不仅让宋金贺失去一切 还冻结了宋月明的所有钱财 让他颠沛流离 去过当年他妈经历过的苦日子 林飞雪因为故意杀人 被判无期徒刑 而宋金贺也因为故意抢劫入狱 出院那天 周思逸来接我 我垂下眼眸 问他 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宝贵的心愿救我 明明我当初也存在利用他的心思 他不可能不知道 周思逸的掌心 与我的掌心合在一起 他笑得温柔 说出的话 久久营绕在我脑子里 如果女性都不帮助女性 还只要男人来救吗 更何况 我还欠你一个人情呢 全文完